我觉得做佛像其实就是一种修行 因为你在佛堂里 然后环境非常安静 心就能静下来 其实它就是一种修行 其实做佛像更主要的是一颗心 不在于你的技术有多好 只要你用心都能做好的 然后法师心更静 所以做得会更好 所以这是我们也需要学习的地方 抄经除了抄经 也影响居士真正正去走去有时 很严肃的心态去看那部经 对这个感受深入一点 和影响深远一点 当你来静下来心的时候 你认真地来做这个佛像的时候 当时开始是念的是阿弥陀佛 但是唱完之后回家 你做完那个佛像 你静下来之后 我们真是不说话 我们家回家的声音 就是都是念佛的声音 我发觉因为我妄想很多 当我做佛像的时候 我发觉清静我的心 清静我的思想 最主要我们这个博物馆 这个做佛像的地方 是经常播出灵宗 和阿弥陀佛的名号 所以变成我们做事 或者我的思维 比较集中一些 我没有那么多胆 那么多妄想 最初那时候我就不觉得 但是我现在做了 差不多一年多两年 这个真是淨化我们的人心 当我们这些佛像做完之后 放上去是永久的 当我们过了 我们走了之后 它也终于在那里 每次我写他们的名字 到佛像的印象 我感觉到 他们的名字 他们的名字 即是狗或猫 即是生生的 我感觉到佛像是佛像 在所有时刻 然后我继续写他们 我感觉到缓慢 我认为我的时间是好花 它是完全不同 跟住在家 看电视剧 两个小时 它是很不同 我认为它是温暖的 它是难以描述的 世界各个地方 他们只知道这个计划 能够来参与他们都会 甚至从亚洲飞来 美国飞来 各个地方都会来参与这个计划 所以说在末法时期 其实大家都很努力地 再去宣扬佛法 每个人尽自己的力量 把这个万佛做起来 是靠全体大家的力量 完成这个万佛 绝对不是一个人 两个人完成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